这个键位你们熟悉吗? 没错,就是摇杆上方的急跑键 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将急跑键缩短到摇杆里的视频 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 但如果我说这样设置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你信吗? 众所周知,这个急跑键是用来锁定急跑的 在设置里可以调整它与摇杆之间的距离 不过距离有限制,大小也不能调整 但我们将急跑键拉到最短,把摇杆放在顶上 用左手按住任意一个键位,右手滑动大小 这时右手不松手,用左手点击急跑键就可以放大缩小 先将急跑键放到最大并且向下拉 然后再将摇杆拖到顶上 再用相同的方法放大,继续将摇杆往上移 通过这个bug可以突破系统原本的限制 可以放置在摇杆里甚至摇杆下方 但这样设置真的能提升触发急跑的距离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无论急跑放在哪里,手指从滑动摇杆到触发急跑的距离都是一模一样的 并不会有任何提升 这样设置反而容易锁定急跑,出现跑过头的现象 并且放置在下方甚至锁定不了急跑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误导了 其实急跑键拉得越远越好 放在你手指能触摸到的地方即可 如果你真的需要锁定急跑,解放双手 可以将右上角看起来不起眼的急跑键 放置在摇杆附近,点击一下即可触发急跑 可以避免不知情跑过头的现象 而且在移动打钥时,急跑键拉得太近会很容易被打断 并且在没有助跑距离的地方,普通跳跃很难跳过去 但只要点击急跑键的瞬间,点击跳跃就能轻松跳过去 这招用来上桥顶也非常好用 好了,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我们下期见